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有非法集会 中联办坚定支持港府和警方果断执法 魏凤和表示 中国军队完全有决心 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地益 美国多地示威持续 抗议种族主义 部分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 面对当前局势 我们主张应该持续推动两岸交往对话 国民党举行全代会聚焦党内改革 江启臣强调九二共识精神 获得党内高层联统 十序直动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好 首先来看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将于8号上午10点举行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受勋章奖章并发表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截至6号凌晨 新增21宗确诊个案 数字再次回升到双位数 而15宗本地个案当中有5宗是由全民检测计划验出 另外再有两名确诊患者离世 使得累计损人数增至96人 香港新增的确诊个案中 6宗是输入病例 15宗本地个案中 有5宗经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 包括一对年长夫妇 以及与他们同住的外拥 三人死前都出现喉咙痛等症状 夫妇两人曾几次去看私家医生 接受过治疗 但直到接受全民检测才发现染疫 对于有人担心有病征的市民参加检测 会对其他市民带来风险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 检测中心有足够的防感染措施 我们都呼吁市民如果有病征 都尽量应该去看医生 尽量不要去全民检测 那个时候才做个测试 一来就是延缓了病情 二来就是防止交叉感染 另外有七宗个案源头不明 包括早前初步确诊 小懒精神病治疗中心 54岁男性在求人士 以及屯门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 一名22岁男子 他曾在闭屋监狱 吉利之角收押所服刑 鉴于这两宗确诊个案 涉及被拘留或服刑人士 卫生防护中心已与保安局联络 将安排超过7000名在求人士 接受一次性病毒检测 新服刑人士在服刑前也要经过检测 凤凰卫视李千千 香港报道 在香港普及社区检测展开第六天 截至傍晚有大约超过112万人登记 超过100万人完成采样 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表示 计划将延长至周五 届时会根据情况再考虑是否延长三天 而政府专家顾问许舒昌表示 香港卫生署在上个月底 已经订购一款疫苗 数量可供香港大约35%的人口接种 湖基社区检测计划进行过半 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表示 检测数目可作为参考 对政府日后制定防疫措施很重要 他重申计划不仅有助尽快结束第三波疫情 为可能出现的第四及第五波疫情 做充分准备及预言 还可为恢复跨境人流创造更有利条件 预防未来的爆发 同时间能够可以让跨境的人流有序地去恢复 但在这个恢复过程当中 做严谨的防疫措施 包括就是一定要来到的时候就要检测 取代了要检疫14天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很快的检测 知道了结果没有了 那你就要去 或者你出发之前在当地就已经做了检测 知道是没事 来到的时候再做等等 我们要去有一些这样的措施来去把关 政府抗疫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 胡锡锡同科讲座教授徐树昌则表示 目前全球有33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有6款正在进行第三期研究 他透露香港卫生署在上个月底 进一个大型机构订购了其中一款疫苗 数量可供香港35%的人口接种 因为那个机构只是要帮你 现在是订35% 另外那65%就要跟别的厂合口 但现在那些厂都还是去到第三期的 临床研究进行中 暂时未提供到数据的 所以卫生署里面其实有一个小组 是会决定是可能要买多另外三只 就要来复却另外那65%人口 学术昌治 长者 长期病患者 以及前线医护人员等将优先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日后随着疫苗数量增多 政府目标是全民接种 但很可能每人需要打两针 才能保证抗体持续有效 凤凤温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好 去下广告 下期回来关注杨洁篪访问缅甸 西班牙希腊三国达成多项重要攻势 一会见 好 欢迎聚加城时事直通车 这些港区交首先关心的是在香港今天有暴徒在九龙多地参加未经批准的集结 涉嫌违反限聚令 警方最少拘捕大约90人 当中与九成涉及非法集结 也拘捕了一名女子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特局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些违法和自私的行为 星期天下午有暴徒在九龙一带非法集结级叫嚣 并涌入一间百货公司 警方检查部分人士在弥敦道一带拉起封锁线 警方多次举起栏旗发出警告 指现场聚集人士涉嫌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 急受禁止的聚集 违反公安条例及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 呼吁他们离开 但部分暴徒拒绝听从指示并继续集结 导致现场交通受阻 有暴徒向警方防线投掷似鼻气味的物品 防暴警察多次发射胡椒弹球驱散 大批防暴警增援道场拘捕多人 其中有两名男子分别涉嫌干犯公众地方行为部件 及管有第一步毒药罪 一名女子涉嫌播放含有宣传港独的口号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 警方重申 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不但违法 也有欠功德 严重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 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 以保障社区安全 特区政府在晚间也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这些违法和自私的行为 批评暴徒漠视警方劝愈 以杂物堵塞道路 又向警务人员投掷应务 并高叫港独口号 特区政府指出 这些行为涉嫌触犯公安条例 及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律 增加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 严重危害他人健康 宣扬港独意识的行为 更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 声明指香港国安法生效两个多月以来 社会恢复了稳定 市民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特区政府也强调 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 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安排 而香港健康码只为便利跨境往来 无追踪功能 凤凰卫视乎晓彤香港报道 对今天有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 于6号下午在九龙发起非法游行 现场出现少数人和警方的对抗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和本地法律 香港中联办今天在发表谈话时指出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果断执法 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 发言人指出 基于严重疫情推迟选举合乎情理 顺应民意 但一些顽固蓝炒派 却执意借9月6号这个原定选举的日期 煽动街头对抗 这种公然违反限聚令的非法行径 是对相关法律和国家意志的公然挑衅 也是对广大市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冷血漠视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表示 煽动和组织街头闹市的人 无限度政治化炒作 致市民安全和公众利益于不够 实在是毫无底线 丧尽天良 发言人正告少数人 在维护香港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上 只有刚性原则 没有弹性空间 对任何违反香港国安法的行为 都是零容忍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5周年 有学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表示 香港在抗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任何城市及地方都不能也无法取代 来看我们的抗战胜利系列报道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但日战时期 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 对老一辈香港人来说 人记忆犹新 有长期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表示 无论在抗战初期 日战时期还是战后初期 香港在抗战中都扮演着重要地位 早期是运输物资和筹集抗战的资金 送入到内地 在抗战的中期 因为香港淪陷了 所以香港有一些所谓敌后的工作 主要是游击队将日军在香港 住房的资料 位置的数据送给盟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 中国展开全面抗战 香港凭借特殊的政治和地缘地位 成为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 以及中国向海外宣传抗日救国的大本营 到了日战时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也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 成立港九独立大队 在香港总是地下抗日任务 刘志鹏说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 香港的角色也相当重要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学者又表示 无论是在抗战时期的真面战场 还是敌后根据地 任何城市和地方都不能够 也无法取代香港 在这段历史当中的独特地位 凤红卫视黄志源三个报道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5号总结对缅甸西班牙 希腊三国的访问 他表示 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 也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 达成了很多重要公式 杨洁篪表示 在这次横跨亚欧大陆的访问期间 同三国领导人 着重就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三国成果 以及在当前形势下 加强双边和地区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等问题 全面深入交换意见 可以说 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 也是一次拓展合作之行 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 一是巩固政治互信 三国军强调 视中国为发展机遇 将坚定奉行积极对华政策 愿通过各种方式 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不断巩固战略互信 在深化互利合作方面 中缅决定积极推动 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等项目 使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中国与西班牙同意 进一步对接经济复苏战略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与希腊也一致同意 持续推进比雷埃夫斯港合作项目 至于推进抗疫合作 中方同三国一致同意 加强在疫情防控 疫苗和药物研发 抗疫物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 双多边合作 共同支持世卫组织 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作用 杨洁篪说 访问期间也向三国介绍了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理念 强调中国坚持开放发展 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良性互动将释放更大增长潜力和动能 将为包括东盟和欧盟在内的各方 创造更广阔的消费市场 并强调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同沿线各国经济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促进各国经济复苏 盘活地区经济循环 提供重要平台和渠道 杨洁篪说 他和三国领导人也就如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 深入交换看法 达成高度共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此次杨洁篪出访 与缅甸西班牙和希腊领导人达成多项重要共识 相关话题 现场请到实时评论员杜平先生来做点评分析 端生你好 你好 杨树 你怎么看杨洁篪此次访问形成横跨亚欧三国 这个安排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对 杨洁篪这次访问 我们先讲欧洲吧 就是这次访问的两个欧盟国家 一个是西班牙 一个是希腊 那么我们要把中国最近以来的外交的出访活动 连在一起讲的话 就会更加清楚的看到中国外交 现在最主要的日程是什么 那么在杨洁篪这次访问欧洲两国家之前 也就是欧盟两个成员国之前 国务委员兼华教部长王毅 也访问了欧盟的四个成员国 这个主要是包括像意大利荷兰 然后是德国和法国 再加上杨洁篪这次访问的两个国家 一共是六个欧盟成员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两位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的官员 这么频密的访问欧盟呢 这个当然肯定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这他的不寻常之处 我觉得就是在反映了中国外交 目前那个这个先后的 这个轻重缓急的这样一个日程 那么在美国这个在世界各地 要求其他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 要这个遏制中国 要这个孤立中国这样的一个战略之下 特别是美国不断的要求欧洲一些国家 包括欧盟成员国 跟美国站在一起 要围堵中国 隔离中国 或者是孤独中国这种战略之下 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官这次两次的出访 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主要是要打破美国 企图在欧洲地区 构成一个反华的这个阵线 我想能不能已经 是不是已经做到了 我觉得这两次的访问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 那接下来呢 肯定是要为这个中国和欧盟 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议做准备 也就是说这个杨洁篪也好 这个王尹也好 这次这个出访欧洲不同的国家 主要的就是一方面 要为这个平衡美国 或者是抵消美国的努力 做一些事情 同时另外一方面 也要为中欧领导人的峰会 做一个准备工作 那么如果说中欧峰会成功的话 那当然在中国的外交当中 要抵御美国这种 多多逼人的姿态 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呢 杨洁篪也访问了缅甸这次 然后在辞职前又访问了新加坡 实际上这新加坡和缅甸 都是东盟的成员国 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外交当中 也是把东盟作为主要的一个区域之一 作为重点改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这次的访问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交 在这样方 在目前这个时候 把欧盟和东盟 作为中国外交最主要的一个着力点 好 非常谢谢端胜带来的分析 谢谢 好 接着看到中国国务委员 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四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出席了上河组织 独联体吉安组织成员国防长联合会议 并在会上发言 魏凤和强调 中国军队完全有决心 有能力 有信心 保卫自己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魏凤和当天在会上表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 召开这次会议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魏凤和表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国际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 世界各国应加强团结抗疫 抵制单边霸凌 化解矛盾冲击 坚持合作共赢 全世界同周共激 共克时间 魏凤和说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致力于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中国军队完全有决心 有能力 有信心 保卫自己国家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愿与各方认真落实各国元首共识 弘扬上海精神 不断开创双多边军事合作新局面 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魏凤和五号与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一谷举行会谈 就中俄双边关系 两军务实合作 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交换意见 魏凤和还会见了 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纳迪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抗议种族主义的示威浪潮 持续发降 当地时间周六 多个地方都有民众示威 被遭到警方枪杀的黑人讨公道 有部分示威更演变成警民冲突 在纽约中的罗切斯特市 大批民众游行抗议黑人普鲁德死于警报 普鲁德的家人近日再发放警察随身视频 显示他三月时被警员用防兔面罩套头 并强压在地上的过程 普鲁德一周后在医院死亡 事件再次受到公众关注 七名涉事警员本月三号才被停职 凡一认定普鲁德的死是他杀 是身体受约束引发窒息并发症所致 而毒品天使沉引起的中毒也是致死诱因 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 再次有民众参加反种族主义示威 他们认为必须先要为几个月前 遭警方射杀的黑人女子泰勒讨回公道 才可以在当地举行赛马盛事 当中约有250名身着黑衣 手持长枪的黑人民兵 组织成员参与游行 今年三月泰勒和男友在家中 据悉警察在未有敲门的情况下闯入 其男友开枪示警 双方爆发枪战 泰勒中枪身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几则国际简讯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五号视察台风灾区 并主持召开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政务局扩大会议 部署救灾工作 劳动党中央决定在首都 选拔一万两千名党员奔赴灾区 参与恢复重建 俄罗斯国防部长五号表示 北约部署在东欧的军事力量 已经增至超过一万人 当天俄军出动尖击机 升空拦截挪挪威一架侦察机 白俄罗斯五号再次出现 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据报多达三十人被捕 有反对派领袖就声称 他遭政府强行驱逐出境 逃到邻国波兰 新西兰国会六号正式解散 意味着推迟到 10月17号举行的大选 拉开竞选帷幕 凤鸿一世综合报道 好 去下广告 下节关注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表示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步伐 没有停止 一会见 好 欢迎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这节海峡两岸 首先关心的是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 六号出席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 在谈到中国企业境外上市问题时 他表示 在中美双方监管部门 加强沟通的背景下 企业赴美上市的步伐 没有停止 近期美国宣布 将收紧对外国公司监管 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需遵守美国的会计审计要求 否则将被迫退市 外界担心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前景 也将面临变数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 六号在出席 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时 谈及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问题 他透露 在中美两国加强沟通下 企业赴美上市的步伐 没有停止 企业付境外融资 除了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 也为境外投资者 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 搭建了平台 在中美这个双方监管部门 加强沟通 这么一个背景下 中国企业呢 赴美上市的步伐 没有停止 今年以来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内地资本市场表现总体平稳 日均成交超过8000亿元 而总体来看 内地的资本市场 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值 第二大的市场 股票市场的总市值 超过了70万亿元 上市公司的数量 也有望在今年突破4000家 凤凰卫视 你想问后友运 北京报道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2020福贸会综合展区 公共卫生防疫展区 吸引了很多民众来参加 6号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也在这次特地带来了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展品 总法律顾问周宋表示 这次所展示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正在海外做三期临床实验 结果好于预期 预计今年年底 疫苗就可以上市 2020年福贸会官方公布数据统计 开展首日 线下观展人数累计进场 95384人次 在综合展区 国药中国生物展台前 引来很多观众拍照合影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总法律顾问周宋表示 这次不仅带来了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颇具神秘感的检测新冠病毒试剂盒 全球唯一一款治疗新冠病毒 重症危重症病患的特效药 更带来了正在进行三期临床的灭活疫苗 他强调 待疫苗上市后 会做到让民众打得上 打得紧 打得放心 国家卫健委证实 7月22号 中国已经启动了一些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 周宋称 国药中国生物正在按照部署要求 对符合紧急使用的人群进行紧急接种 武汉生物质品研究所和北京生物质品研究所的灭活疫苗 都经过严格的科学的审慎的论证以后 纳入了国家的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 这两个疫苗 目前正在按照有关部署和要求 对于符合紧急使用条件的人群进行紧急接种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公共卫生防御展区还展示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 医疗机器人等最新的科研成果 可以看出民众对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视愈发突出 凤凰卫视陈旗阳辰背景报道 在台湾国民党6号举行党代会 历任党主席多名执政县市长全数出席 党主席将启程在这次时说明党内改革愿景 其中两岸政策方面 他强调九二共识精神 而这项理念也获得党内高层的认同 国民党6号在台北举行全台党代表大会 历任党主席包含马英九 吴伯雄 吴敦毅 朱立伦 洪秀柱等人 以及蓝营执政县市长出席 现任主席将启程致此时说明党务改革方向 其中两岸政策方面强调九二共识精神 国民党中道稳健的政策路线长期以来扮演着两岸间的稳定力量 反观民进党执政却总是造成两岸和平互信的崩塌 面对当前局势 我们主张应该持续推动两岸交往对话 逆转走向战争的恶意螺旋 避免冷战再现 国民党历来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 延续两岸互动 并寻求互动方式的与时俱进 党内要求对于党中央的两岸政策表态支持 国民党全代会除了聚焦党内改革 也针对蔡英文政府施政进行批判 对于蔡政府近期宣布开放含有瘦肉筋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 党主席将几成是发起了反对的公投联署 希望结合民意反制蔡政府 凤凰卫视兰进图杨文尚台北报道 英国第二大城市博明汉6号凌晨在市中心发生了连环斩人案 造成一死七伤 其中两人重伤 当局已经定调为重大事件 在其中一处事发的酒吧外 警方拉起封锁线 警方在当地凌晨0点30分左右接获报案 博明汉市中心有人遭刺伤 不久后同一地区又传出多起十刀伤诊事件 当局相信案件互有关联 疑凶随机袭录人 有目击者表示 事发时有多人在酒吧的户外用餐区吃饭喝酒 警方表示现阶段仍无法确认伤者情况 但急救人员已赶抵现场 确保伤者得到救治 警方已将事件列作谋杀案处理 正追击一名涉案凶徒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 至今还没有证据显示同恐袭有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皇室邱小公夫妇的长子幽仁 9月6号迎来14岁生日 幽仁是德仁天皇的皇侄 已经被封为亲王 是日本皇位的第二顺序继承人 日本皇室公开了一段影像 幽仁与父亲文仁亲王8月份在皇家园林散步 幽仁拿着照相机拍照 文仁亲王在旁边指导 幽仁今年生初二 最近对研究社会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暑假还参加了关于传染疾病的专家讲解 8月末新学期开始 幽仁已经重返校园